现年70岁的川普 星期五在细雨蒙蒙的天气里 成为就任时年岁最大的美国总统 他像历任总统一样 以传统方式宣示 维护 保护和捍卫美国宪法 呈现上万的美国人 星期五聚集在华盛顿 观看在国会大厦台阶上 举行的每四年一次的总统就职典礼 其中许多人被川普 让美国再次强大的承诺所吸引 川普在就职演说中 重申他在极有争议的 总统竞选中所做的承诺 那就是要改变华盛顿 按部就班的状态 太长时间以来 我们国家首都的一小部分人 获得政府的奖励 却让公民来承担开支 全市集团保护的是他们自己 不是我们的国家的公民 这一切都要改变 从此时此地开始 川普说 人们将记住2017年1月20号 使人民再次成为美国统治者的一天 关于外交 川普说 他将发布一项每个外国首都和权力机构 都能够听到的新法令 美国第一 总之川普再次提到 最终为他赢得总统宝座的口号 我们要让美国再次强大 再次富裕 要让美国再次骄傲 再次安全 是的 我们要一道努力 让美国再次强大 谢谢你们 上帝保佑你们 上帝保佑美国 川普总统感谢他的前任 前总统奥巴马和前第一夫人 米歇尔奥巴马 帮助他顺利完成总统过渡 称他们很了不起 川普总统在国会大厦 享用过午餐之后 将参加从国会到白宫的传统游行 美国之音电视报道